各位,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的 但为什么这位慈爱的神又时常提醒我们要敬畏祂呢? 你们会觉得神是可怕的或是危险的吗? 如果神应该是我们的避难所 那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敬畏祂呢? 到底这位会发抑怒又施行严厉审判的神 他的同在是安全的吗?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因神荣耀的大能而恐惧发产 出埃及记第20章记载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身、山上冒烟 就都发产远远的战力 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祂,不治犯罪 这里,百姓看到神大能的彰显,甚是惧怕 而摩西一方面叫百姓不要惧怕 另一方面又告诉他们要敬畏神 所以,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怕神呢? 那人要怎么敬爱他们所惧怕的对象呢? 诗篇第二篇说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人怎能又畏惧神又快乐呢? 其实,圣经两者都提到 圣经提到要敬畏神 也叫我们要爱神 因为神是会审判罪人的神 但也是有慈爱的神 神要我们爱他 但在那份爱里面也应当有尊敬的畏惧 神丰盛的爱有时会让我们忘了需要敬重他 因为他时常宽容我们,恩待我们 不跟我们计较 但这不表示我们就不用尊崇神了 正如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父母虽然非常疼爱孩子 也时常宽待他们 但不表示孩子就可以藐视父母 不管父母多爱孩子 孩子都要知道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是晚辈 需要服从父母的权柄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 纵使神对我们宽爱有加 他还是神 我们是人 还是应该要敬畏神的 所以在圣经里我们读到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其实 爱与畏惧都是一股动力 爱能激励我们遵从神 敬畏也能防止我们 做神不喜悦的事 所以基督徒两者都需要 不能因神的爱 和与神良好的关系 就得意忘形 我们爱神 但也不能把神当作 跟我们是平等地位的 神仍然是在我们之上 且是我们当敬畏的神 特别 我们要因神的圣洁和能力 敬畏他 罗马书第十一章说 所以要留意 神的恩慈和严厉 对跌倒的人 他是严厉的 对你 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 他是恩慈的 不然的话 你也会被砍下来 神既恩慈又严厉 既有慈爱又必审判 所以我们既要爱他 又要敬畏他 特别 对不信神的人 他是严厉的 确实 当人不顺从神时 神是可谓的 在圣经里 我们看到许多例子 当亚伦的两个儿子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时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乌萨违背神的吩咐 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就向他发怒 因着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在新约圣经 当亚纳尼亚和妻子撒菲拉 欺哄神时 也马上死了 以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所以神可不可怕呢 这些圣经例子都是要提醒我们 神是不能被藐视的 祂是圣洁的 祂的话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祂不但会因罪而愤怒 祂也有能力施行极恐怖的审判 为此我们当敬畏神 所以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时常敬畏神 就不致犯罪 可见 畏惧能帮助我们 不要偏行几路而得罪神 一个敬畏神的心 能保守我们 使我们远离罪而顺服神 就不必遭受神严厉的审判 但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在爱里没有惧怕 约翰一书第四章说 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 这段经文叫我们不要惧怕 那是不是与之前提到的 要敬畏神有所矛盾呢 但这里说的是 一个蒙神爱且爱神的人 便无需惧怕神的审判和刑罚 我们如果是在与神和好的状态 就不用害怕神的刑罚 但即使是蒙神爱的人 也应该敬畏神 敬畏不但是有畏惧的意思 更是有崇敬的意思 所以 若你是神的儿女 敬畏神不是要害怕神而逃避神 乃是深深的敬畏神的能力与圣洁 然后也因为神的救赎恩典 为我们信徒除掉罪的刑罚 我们就爱神 也乐意侍奉他 神虽然是大而可畏的 但我们还是需要亲近他 因为离了主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是能够又敬畏神 又爱我们所畏惧的神的 盼望我们在享受与神在爱里的关系时 心中也时时敬畏他 愿意顺从他 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